可恶 竟然独占师父 咱们赶紧走啊 可不能让这个后来的抢仙了 就是 这大师姐之位师 你是我还没定 进来一个怎么回事 哎 月星河 你也长得还行 怎么这么多姑娘 就都看上夜天 没一个瞧上你的 钟长老 你就别扎我心了 行吗 夜盟主天纵英才 非我能比 我这回 还真有事找他们两位呢 月兄 听说你有样东西 要拿给我和对三看看 是什么 在你俯活灵英男的地方 我发现了一枚奇妙的珠子 只是 我并不认识 所以 拿来给你们分辨一二 哦 能让月兄注意到 想必不是凡物 来给我看看吧 可恶 这美女环绕的人生赢家 我都不想拿出来给他看了 虽然不知到底是何物 但这珠子上的气息 不太对劲 让我有不祥之感 所以 我找人略做了封印 夜兄 不 夜盟主 你看 月兄你这人太过客气了 都说你我二人不必拘礼 和以前一样喊我就是了 嗯 这珠子怎么回事 虽然我也不认识 但似乎邪门的很 这 这是鬼王的气息 我绝对不会认错的 这股气息 我坏成灰都认识 和鬼王相关 对三 你可以说得再详细些吗 嗯 根据古籍记载 鬼王会将他的一丝灵魂 注入宝珠中 用以控制他的每一个使徒 更可怕的是 这里面的致阴之力 更是会腐蚀掉持有者的灵魂 让其甘心为鬼王卖命 灵鹰男的灵魂 应该就是被鬼王腐蚀了 小红姑娘 你这种纯粹体质 是接受鬼王中的上家人选 恐怕 这群人也曾计划对你下手吧 咦 你可别说了 我现在想起来都后怕 要不是当时师父在场 我可就真灾了 唉 没想到 竟捡了个烫手山芋回来 叶天 这要怎么处置才好 不 若是让他流落在外才是麻烦 事已至此 不毁掉 恐怕一害万千 趁着现在太阳上未落山 借助纯阳之力毁了才行 等等 叶天 不能毁了他 你不是说这鬼王猪危险吗 为什么不能毁掉呢 鬼王猪除了控制灵魂 还有其他用途 我 我有办法换取这鬼王猪的力气 助于骨剑进阶 不如把它给我吧 对三 你考虑清楚了 我记得你碰到占有鬼王气息的物件 你的后颈的痕迹 就会剧痛 我不希望你勉强自己 这 我虽然也想生肩 可 这鬼黑猪子 看起来就难吃得要命 你行不行啊 不行还是算了吧 既然会难受 你还是别成能了吧 师父本事大得很 也不差这一点实力提升 何必呢 是啊 对三 你答应了叶天 去推广灵气标准的事呢 没必要折腾自己 对三 鱼骨剑的生肩 我自有打算 你没必要冒这个风险的 就算不用鬼王猪 也有其他法子 你可以认为 是我任性 也可以觉得我是冒失 可是 一天你不单救了我一命 还赋予我如此重要的职责 我第一次感觉到被人重视 我知道你是个大人物 可就这一次 可以让我清净所能地报答你吗 请你给我一个机会吧 好 既然你这么坚持 鱼骨剑就交付给你了 我相信你 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 我相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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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有心 我相信你